大家好,我是永谦 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拒交现实深度思考 和您一起感悟生活的点点滴 今天换了一个环境 因事外出 今天关注一下联想的多元化转型的这么一个话题 也许有很多的朋友会问 联想在多元化经营之路上是否转型成功了呢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共同关注 本期视频在制作的过程中 有些资料援引了陶永先生所发表的一些公开的文章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联想集团的股份占比情况 目前联想集团的美国资本占了多少股份呢 大概有16.69% 其中联合之星占6.35% 黑石集团占5.6% 休尔投资占5.17% 这是大概就是16.69% 那么私人资本占股多少呢 是75.12% 国有资本也就是中科院 国有股份呢 仅占8.19%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全球化公司联想集团的股份占比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它的多元化转型如何 我们首先还是回到历史当中 1995年6月份 总工程师尼光南院士被截止 他主导的研发项目出激光打印机外的 诸如承控交换机 Office办公软件 已经产业化的芯片 在业界评价很高的联想LXBS 金融平台软件等纷纷下马 研发团队也随之被解散 2001年的时候联想分家了 联想控股创立 杨元庆出任联想总裁兼CEO 杨元庆出任联想CEO后 提出了技术的联想 服务的联想 国际化的联想等口号 他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 企业发展不动了 没有后劲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此上他就把技术 摆到了战略转移的第一位 但由于联想总体战略思想并未改变 杨元庆经过多年的努力 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贸功绩的道路方向 只是稍微增加了联想产品的技术分量而已 实际上新的联想发展方向 一直是在刘某人的总控之下 有的观察家就常评论说 叫杨柳依依把杨元庆推到前台 自己幕户操控 杨元庆当时的财务审批权 只有9000万以下 他可以做主 其他的不行 联想这几年一直走的不是很顺利 到2001年的4月20日 联想集团新财年员工事实大会召开了 杨元庆宣布从2001财年到2004财年的三年规划 当年要实现280亿元营业额 以后年增长率在50% 利润增长率40% 到2003财年整个营业额将达600亿 在5到10年内 联想要跨入世界500强的行列 联想的远景目标 就是技术的联想 服务的联想和国际化的联想 但当年营业额才200亿元左右 到2008财年 联想净利润亏损了2.6亿美元 大家看整个的这个实施大会 所有的目标都未实现 那说到这里边呢 我们还要提一个人物 就是当年的 产管通用电器的总裁叫维尔奇 通用呢 这家公司呢 横跨数十个领域 并且在许多领域呢 在维尔奇的掌管下 都做到了全球的领先 而且每一项啊 做到了极致 因此上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家 就掀起了学习通用维尔奇的 这个经验 有些企业呢 就进行了多元化的转型 和迈开了国际化的步伐 当时的起因呢 就是因为这一历史原因 好 接着看 在通用维尔奇的这个 真实的案例面前呢 刘某人呢 就亲自到美国通用公司 学习了两个星期 想谋求多元化的真经 回国以后呢 就亲身践行多元化 还指导杨元庆 开启多元化的经营之路 那么发展如何呢 接着看 在他在整个 国际化多元化 发展的这个战略思想的影响下 杨元庆麾下的联想集团 就投资2500万美元 试图创建中国第四门户网站 FM365 最后我们都知道 株拦打水一场空 又花了3537万美元 收购 盈石通 这个呢 最后也失败了 在股票市场当中呢 也引起了这种消极的反应 由于这两次收购 多元化这个经营之路 这个试水 没有成功 2001年 联想首次大规模 拆检大陆员工 几百名网站人员 被辞掉 2004年3月 联想集团又一次裁员 在三个小时内 被辞退 占公司员工人数 5%的600名员工 由于这个两个项目的 巨大的亏损 事后啊 刘某人也承认 自己当时脑子过热了 不成熟 大家接着看 经历这些惨痛教训后 联想又开始新的战略调整 重新回归PC业务 也就是说什么呢 没有了技术 也就是说 没有了尼光南院士 所带领的科技人员 那么他再想回归到 技术之路上 已经很难很难了 因此上又不得不 重新回到了PC业务 并把国际化 作为联想做强做大的主路 于是2004年就收购了IBM 收购IBM以后呢 联想迎来了第一位外籍CEO 叫斯蒂芬沃德 然而啊 史料未及的是 外来的和尚在中国 不会念经了 2005年12月份 联想集团突然发出 令人震惊的坏帅消息 戴尔的前高级副总裁 亚太地区总裁阿美里奥 取代了斯蒂芬沃德 出任了CEO 换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联想开始实施 盈利性增长战略 而沃德呀 与杨元庆在战略设想上 不一致出现了分歧 因此上就把沃德换掉了 阿美里奥上任以后 联想的盈利性增长战略 阿美里奥在掌管联想的 这几年当中 经营的业绩也是很一般 随后的几年 冒进与自负的联想 在欧美市场接连受挫 2008年 由于联想业绩急剧下滑 国际化路线步入泥潭 手机业务被法出售 有关杨元庆下课的消息 也传得沸沸扬扬 2009年联想出现巨亏 联想再次换帅 这次是谁接过了联想集团的 董事局主席的职位呢 那就是刘某人 秦字又出场了 取代了杨元庆 担任了联想董事局主席 杨元庆这个时候 改任首席执行官 阿美里奥呢 也就此离职 黯淡理查 刘某人的再次出山 是否是业绩飘红 扭窥为盈了呢 您接着看 2009年 联想又重新回购手机业务 2010年 联想第一代落凤 闪亮登场了 但结果却以失败手差 随即联想全面调整产品 渠道与品牌策略 2011年联想正式成立 移动互联 即数字家庭业务集团 由刘军担任总裁 2014年年初 联想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业务 开始进行一系列高管品牌和渠道调整 然而联想的手机业务 恰如PC业务一样 都是有点磅大款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说要么就是依靠供应商 要么依赖运营商 2014年的年底 柳传志公开宣称 冒功绩路线 到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不再坚持了 到2014年 历史好像又转了一个圈 而终于又回到了原地 只是此原地已非彼原地 只是花了那么多钱 去买了别人不要的产业和技术 期间的成本 有的时候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联想发展到现在 为什么出现这种后劲不足 而且业绩销售不好 关键的一点 就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就是二十几年 这个对科技的创新 研发费用投入的很低 这就造就了今天联想的这种困局 后来伴随着陈旭东的上任 联想似乎又彻底否定了 之前移动业务的战略 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全新的战略 但是温固而知心 未来的道路又能走多远呢 事实上直到今天 联想手机也未见辉煌 我们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联想手机折腾了这么多年 内部人士变动频繁又复杂 但对市场表现 却未有明显的改变 反倒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2015年6月陈旭东接替刘军 重返联想移动后 开启了神奇工厂的孵化过程 神奇工厂孵化初期 重点业务是智能手机和智能硬件 物联网产品 随之诞生的曾风光一时的手机产品品牌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ZUK 虽说最有机会让联想移动 重返主流玩家行列 不过最终的结果 大家可能早已经知道了 以品牌无稽而终 我们看联想多元化 或者是国际化的整个操作 就是三个字买买买 那么同时也说明了 尼光南院士的离开 那么整个联想缺乏了 科技的灵魂领军人物 造成了很多的产品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通过换帅 通过经营管理 通过多元化 或者国际化 使联想进行战略转移 但是我们看最后的结果 是没有成功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